妈妈带14岁女儿检查月经 谁知医生却在她体内发现有两颗睾丸 她长了一个睾丸 你对一个女人来说是不可以的 就在刚刚 父母拿着一大堆报告找到医生 他们称女儿14岁还没有来月经 谁知当医生看到检查单时 却发现女孩的高瞳达到了正常成年男性的水平 甚至连SRY基因都分析出了Y染色体 SRY基因也检测到了 这就是我们说男性性别Y染色体决定的基因 这个也是有的 那不染色体不就出来了吗 他就是个男的 简单来说 父母养了14年的女儿 摇身一变成了儿子 我想这哥谁心里都会崩溃吧 不愿意接受真相的父母 试图说服医生自己的女儿就是女性 医生只好叫女孩进来诊室 并对她进行查体检查 好在检查结果是好的 女孩拥有正常的女性个证 就当父母认为医生是误诊时 医生却告诉他们 女孩患上了雄性激素敏感综合症 发病率大概2万到10万分之一 她拥有一个男性完整的性线 分泌非常正常水平的雄激素 但是体内雄激素的受体是缺乏的 所以孩子妈妈疑惑的就是 我们的孩子到底是男孩女孩 医生突然在检查单上发现 女孩还有子宫 因为正常来说 这种病是不应该长子宫的 妈妈听到之后非常崩溃 因为没有子宫就当不成妈妈 没有个机会在做 你当下你妈妈 有什么问题的 医生担心孩子体内的高丸会病变 年纪越大就越危险 建议父母带着孩子去做一下核磁共振 确定好位置就可以用手术解决 这样孩子就能够成为一名真正的女性 随后医生告诉父母 我们都要守好这个秘密 因为学校的传播性很大 担心孩子会遭受言语暴力和校园霸凌 而这一点也得到了父母的肯定 医生送走他们之后 立马组织了多学科会诊 准备一起制定最佳的治疗方案 虽然女孩的生理性别为男性 但她并没有出现男性特征 而体内的雄性激素正在支持她的生长发育 这就导致孩子身体强壮 很少生病 没有大姨妈 不用生孩子 身体机能堪比男性 这简直就是体育界的天选之女 可高丸存在女孩体内 始终面临着3.6%的患癌几率 医生们对手术治疗和药物治疗 展开了激烈的争吵 我们倾向是直接切 我们轻冲气以后 3.6%的发病的概率是存在的 那么有恶变的概率 那我们何以不去切呢 原始性腺容易挨变 它是个成熟性腺 不那么容易挨变 性腺现在在她这里 对她的身高增长是有帮助 对她骨骼长作是有帮助 孩子没有子宫 我们直接吃就去补充 就完全可以了 你有天然的试制讯 你干嘛又去吃啊 针对女孩的性腺切除时机 医生们进行了认真而严格的讨论 最终医生们决定对女孩做一个抛肤探查 如果性腺没有发生恶变 他们就暂时保留性腺 并且按时做定期复查 等孩子发育成熟之后再做决定 医生们永远选择 对患儿最有利的治疗方案 希望女孩未来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6岁女孩不来打姨妈 偷偷买避孕棒 测出来两道杠 谁知男友听到怀孕后 立马将她抛弃 而女孩也不敢告诉父母 只好独自一人来到医院 询问医生 上来第一句话就把医生给整懵了 医生听完直接傻眼了 自己16岁的时候 估计还没有跟男生牵过手吧 医生询问女孩是否是自怨行为 在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 医生决定先报警处理 他们需要调查未成年人 是否遭遇过非法侵害 以及未成年人的PUA行为 而女孩表示 自己昨天已经报过警了 喂 赵主任 有一个小女孩 16岁的 哦 好 好 那个怀孕的那个是吧 是的 我就想再次确定一下 有没有报警 报了报了 那就行 好的 医生看着女孩一个人来检查 询问父母怎么没有过来 而女孩听到之后 似乎想到了不好的回忆 她告诉医生 自己孤身在外打工 16岁就已经不上学了 目前女孩与自己18岁的男友住在一起 医生感叹 两个孩子年纪太小都不懂事 现在打算不要了吗 对 我当时看着这个 虽然说是神色很淡定 但是却是满脸稚气的一个小女孩 我也很诧异 她怎么可以如此淡定地说出自己怀孕了 而要求终止妊娠呢 但未成年人做手术必须有监护人陪同和亲子 可女孩却表示 母亲不方便过来 医生健壮只好给妈妈打电话 喂 妈妈呀 我是那个 住者医生啊 那么现在她这个怀孕了 要做人流 但是她才16岁 那她有很多问题 做手术的话呢 我们必须要求监护人来 青少年做手术是有风险的 她才这么小 16岁 她的身体都没有成熟呢 这个是不总是 我们又没在她身边 可从妈妈的语气来看 她似乎已经不想再管自己的孩子 话里话外都在说 女儿活该成这副模样 而医生的内心五味杂陈 处于青春期的孩子 正需要父母的引导与陪伴 医生也希望母亲能够多抽出时间 给女儿和她的男朋友给予关心 谁知母亲听到女儿的男朋友时 那颗定时炸弹终于还是引爆了 医生也是感到无奈 钱的问题算小的 女儿的身体和心灵伤害 才是目前最大的问题 医生的话还没说完 母亲找理由直接挂了电话 一旁的女孩也感到非常失落 最后医生温柔耐心地告诉女孩 做人流的风险 以及后续会出现的身体上的损害 让女孩未来要好好保护自己 原来女孩在得知自己怀孕之后 第一时间将这个消息告诉给男朋友 她本以为男朋友会跟自己结婚 谁知她却给女孩几千元做人流 称想要的话就准备彩礼 不想要就去做人流 男友不负责任地将选择交给女孩 但医生还是建议打电话 给男友询问意见 您好 我是主整医生啊 而做这个手术对他身体会造成伤害 这些东西你了解过吗 这个事情 我也没有办法呀 我也保不了 那你对这个孩子是什么态度呢 他说是要去做掉吧 女孩听到男友不想负责 一把拿过电话开始问候 男友全家过得怎么样 吃饭了没有 此时这个世界又少了一个恋爱脑 而医生为了避免女孩再次受到刺激 开始给他科普避孕方法 医生劝女孩如果跟男性没有确定下关系 一定不要付出自己的身体 能杜绝就杜绝 我们可以用其他方式来表达爱意 因为我们没有责任能够承担起 因为新生活而导致的一些的后果 比如怀孕生孩子的事情 对吧 而这一般人生只有对女孩子有伤害 对男孩子毫无影响啊 不得不说 这个女孩真的是非常勇敢 直到去大医院就诊 给妈妈说事实 也有对自己负责的态度 但有很多小女孩出现这种事情 第一时间则是瞒着家人 并且去的还是小诊所 最终造成了无法挽回的事实 这个医生也没有情绪化 而是非常专业理性的告诉 小女孩应该怎么办 没有歧视也没有指责 真的很符合我对中年知性女人的期盼